很多網友問我就是為什麼印度有13億的人 還有,才有一個印度人去東基東英會裡面呢? 我今天就跟大家說一下 大家好,我是曼諾,印度人 一個運動員呢,除了talent 還有一個努力practice他的sports 還有什麼東西呢? 我今天就告訴你們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weather 每個國家的weather是不一樣的 冬季奧運會裡面我們要學 我們印度這邊就是Kashmir跟Ladark才有學 別的城市幫裡面都沒有學 weather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這樣說weather的話 很多人會說了 就是19世的冬季奧運會裡面 澳洲利亞就贏了15支金牌嘛 那邊也沒有學生啊 不過那邊的經濟是好嘛 只有學生是不過的 經濟也要好 第二個我們這裡就是經濟 一個國家的經濟一定要很好 才是他們有發展那些sports 運動員那邊可以 more and more participate in sports 不過經濟沒有那麼好 他們沒有那個國家沒有給sportsman good facility ok 這一次參加東基奧運會裡面的印度人 Arif Khan 就是他沒有參加2018年的奧運會 因為是他沒有錢 這一次呢國家給一點錢 還有自己搓一點錢 還有一些people給他donation 他才有去這一次的東基奧運會啊 還有他去那邊已經 今天明天是應該他的那個 呃怎麼講比賽 你們看過我的之前的視頻嗎 那個裡面我還去發飯的 我們這邊呢還是很多人沒有錢吃飯嘛 先我們的政府搞定讓他們吃飯 才後面看那個sports 一個國家的經濟好才有錢嘛 發達那個他們的sports 如果沒有錢就他們不換那個sportsman 先看人有沒有飯吃啊 印度這邊呢沒有那麼多人才儲備 才我們這裡呢可以當那個快遞員 可以當司機 不過他們不喜歡當那個運動員 因為是當運動員的話每天掙 因為我們政府不給他們 先給他們錢去practice ok 自己要花很多錢 信念還有如果贏了金牌 贏牌才有future裡面的錢 Otherwise ok maybe那個錢全部就是浪費了 因為是我們政府沒有give the support ok if you have talent if you don't have money ok you cannot go anywhere 第四個呢 參加東基奧運會的門卡很高 運動員要的是世界排名也是高 還有足夠的積分才可以參加這個東基奧運會 這個積分呢怎麼來的呢 就是到處都他們要跑到處要參加這些比賽 還有看他們的ranking是多少 他們有多少個point 如果運動員沒有足夠的排名跟積分 他們不會參加那個奧運會嘛 除非奧運會就是他們的國家辦的 才他們就不用這個氣氛跟排名 這一次呢就是中國辦的嘛 中國那邊就不用這個氣氛跟排名 都可以參加的 第五個原因呢就是全世界有疫情嘛 還有我們這個國家也有疫情比較嚴重的 經濟沒有那麼好 很多運動員都沒有去practice 因為是疫情運動員都沒有訓練嘛 沒有訓練他們都沒辦法參加比賽啦 如果參加了比賽拿不到分 拿不到分就沒有point 沒有ranking go to winter olympic 有一些人覺得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我們印度的政府抵制中國的冬季運會 不過我覺得呢不是這麼大的原因 因為是我看了那個olympic的網站 這邊1960年開始就是一個人 1968年的時候一個人 1988年的時候三個人 1992年的時候兩個人 1998是一個人 2002年一個人 1906是四個人 最多就是四個人耶 2010年就是三個人 2014年三個人 18年兩個人 22年是一個人 我覺得這個不是很大的原因 不過我們新聞那邊報的就是 因為是那個light doors 給commander拿了 就是我們就抵制那個冬季的奧運會了 如果我們印度這邊有足夠的運動員 還有四個去北京奧運會裡面 他們肯定會去的 反正呢 我們這裡沒有足夠的奧運會 冬季奧運會的運動員耶 每年就是七了 每次就是七了 幾個幾個而已 最多就是四個 當一個運動員呢 就不用管他的哪個總心來的 他是高中心的 低中心的 哪個宗教的 他是Islam教的 還是印度教的 基督教的 都不用管啦 我們印度的那個運動員 阿里夫看 他輸了贏了 都不重要 他正在那邊 揍了印度的牌 OK 從我的邊 他已經贏了 哪怕他沒有拿到任何獎牌 不過他呢 給了個次元的獎牌 他們會有興趣 這類的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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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類的很重要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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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Hind J-Olympic 還有這一次 北京2022年的冬季奧運會 集辦成功 如果你們第一次看我的視頻呢 你們記得啊 我是一個珠寶商 我在這邊 印度這邊 做珠寶生意 還有我們有 財寶 水晶的 還有我們也有 征書 我們支持復檢 大家記得看我們的直播啊 拜拜 今天說到這 我是馬路 拜拜 拜拜 你要不要看 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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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